7月21日,黄子涛公司在社交平台上分享捐款凭证 发文内容是,黄子涛代表集团全部一人及员工捐款300万职员河南 捐赠物资尚在统一安排中,河南一定行,看平安,并配发捐款凭证 一小时后,黄子涛转发公司在社交平台上的捐款动态,并发文团结一心 一起为河南加油,一定会平安无事 在捐款之前,黄子涛就在社交平台上温馨提醒网友待在室内,尽量不要出门 注意安全,网友在评论区纷纷留言,对他捐款的爱心行为表示感谢与赞同 网友评论河南一定行,河南加油,哥哥好棒,河南人民感谢你 网友与网友互相打气,并为河南加油打气 一直以来黄子涛对社会重大事故特别关注并尽自己所能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民,确实是人帅心善 去年特殊时期黄子涛向武汉捐赠了100万,没有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自己的捐募行为,自己默默地奉献了 有网友挂出了他募捐记录,大家才知道这件事,这种精神是值得娱乐圈内艺人学习的 黄子涛加油,未来可期